新手任务,新手点点名 这个任务就是介绍城里的一些基本NPC 让新手们知道NPC的位置 完成任务后可以得到一些小奖励 在开始任务前,先确认一下你的 完美属性单是否使用 使用后属性是否调整完毕 调整完毕后 先吃掉身上的一颗神行单 加快行走速度 任务开始和小兰说话 和小艾说话 指令 行动下拉 先点击快捷键 然后右键按着飞天行空 下拉之后放在快捷键1 这样就完成设定快捷键 使用飞天行空寻找前章的小签 这边介绍一下飞天行空的功能 它能够在四大城和门派里面使用 只要在门派和四大城里面的NPC 都可以搜寻得到 点击NPC打勾后就飞过去 和小倩说话 快捷键 快捷键设定键为F1-F8 飞天行空后和小分说话 和小芙说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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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手名录很常有的事 买到米三个 回去和小芙说话 回去和小芙说话 和小芙说话 和小芙说话 百无过于一个 回去和小芙说话 和小芙说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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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去和小鹰说话 和小倩说话 买麻线轴一个 回去和小鹰说话 和小鹰说话 客栈买熟牛肉一个 回去和小鹰说话 和小豆说话 自己合成兔皮皮革 再和小豆说话 和小萍说话 买青铜一个 再和小萍说话 可以得到每超风天一修炼场入场卷一 金庸币五万干坤爵武 优待票一九门爵武 追魂令三季一天输 满一 每日一次回趟抽跑 小鹰说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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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鹰说话